那现在呢 要为大家介绍一款汤品 我后面的食材还没有切 因为前面有要熬煮的东西 我就先熬煮完了 然后再一一做介绍 这是南瓜皮 南瓜皮 我有需要用到南瓜里面的食材 不需要用到皮的时候 一样会洗干净 然后稍微干一点的话 就放在冷冻库保存 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它可以拿来熬汤 那像有的切的比较厚的 这个还是有南瓜肉的成分 所以我今天一定就是 一并把它熬汤 熬汤完了这个是要取出来的 那我就先南瓜的皮跟姜 一起熬汤 就那个水还没有热的时候 就是锅里水加了 就可以放那个南瓜皮 然后姜 因为我后面有萝卜 萝卜比较性寒一点 所以我就是姜会多一点 接下来要介绍这个汤呢 不得了了 喝完一锅可以 可以年轻个五岁 有没有看到汤黄色的 我熬了一小时就是 南瓜的皮跟那个姜 然后我现在在市场看到宝 我有留一颗没有切的 这个是火龙果的花 这个找不到宝了 那还有丰富的花青素 可以看老 然后排毒 果胶也很丰富 然后 有看仔细吗 我萝卜没有削皮哦 我会把萝卜皮的工 小附带写上去 让大家知道 其实现在 只要是刷洗干净 现在都有那种 蔬果的清洁剂 可以把它刷洗得很干净 你记得 有时候 很多的皮 是 比果肉 还有更有价值 或者是有不同的功效 千万皮 像 马铃薯的皮 就不能吃了嘛 就 大部分的皮 是能吃的啦 然后 食材 还有 高气 然后 还有姜片 还没拿过来 我第一次 跟着下去 煮的姜片 已经捞起来了 那现在还要再放新的姜片 好 那这锅真是 哇 养颜美容百分百耶 那么现在火开下去 姜片 因为白萝卜跟那个火龙火花 都比较心寒一点 所以姜片是真的要加 然后白萝卜 又 火龙火的花 然后 滚了时候我再关小火 好 然后煮了四十分钟 都软了 然后这时候 这是泡洗好的枸杞 它这锅是清汤 然后小蕾本身 我会自己再加一点点 玄米油 让它比较柔顺 那可加可不加啦 然后 然后 胡椒粉 黑胡椒粉 哦 这次的汤 讚喔 就是 还没有我下任何调味料的时候 我喝一下 就是好清甜 那个有甜的味道耶 神奇 然后 关火放盐巴 然后 关火放盐巴 火龙果的花 就这样子 它有微微的酸 因为火龙果毕竟是水果嘛 所以它的花煮下来 会微微的酸甜酸甜 已经完成啦 这锅喝完真的会年轻五岁哦